6点20了 今天还可以 一早上基本上没有闲着 带着有饼干 开着车门在外头吃点 因为吊渣 一分钟结束战斗 你是我跑滴滴 带东西最多的人 他们的妈妈 让我们吃的 来 您拿不动 我给你摘了 我给你摘了 带着啥都有 带着啥都有 爸 没了吧 没有了吧 没了 这个土豆是你的吗 他都吃不了 11点40了 今天跑到强制收车了 7.2个小时 15单 377 这里头有昨天的 36块钱的奖励 今天跑了341块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掉了 跑了 今天跑了341块钱 刚才接了一单火啦啦的火 我天哪 现在真的都把快车都当火啦啦用了 走 我到达定位的地方 我看到那一堆东西 大堆小堆的 我吓得我都想跑 他是干装修的 就是在这一家干完活以后 然后要去 可能要去下一家吧 我没有 没有多问他 应该是这样的 就带着那些装修的工具啊什么的 都带着呢 我跟他说 我说你怎么不叫个火啦啦呀 他说他不会叫车 这个车都是别人帮他叫的 然后我就把后备箱打开了 我说你看吧 你要是能装得下你就装 你要是装不下我也没办法 然后后来后备箱塞满了 后桌上装了点 也算是装下了 就觉得吧 出门在外都挺不容易的 拉货也是拉 拉人也是拉 然后就让他上车了 不过还好到地方以后 他下车以后 立马给我派了一个三十公里的一个大单 跑了六十多块钱 觉得还挺好的 这个感觉正挺好的 有时候觉得你 你好像帮了别人 然后你的运气也变好了 就是这种感觉 今天跑的时间有点长 跑了七个小时多一点 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 明天休息了 今天还可以吧 三百多块钱 挺满意的 哈哈哈